来关注亚洲羽毛球检标赛的战报 五国男双王耀心和张瑞宇 以及混双吴宣伐和赖杰敏 分别淘汰了印尼组合 顺利闯入半决赛 其中清宇组合更是直落两局 拿下了世界第一的法家何莱恩 强势剑棘 两对四强将分别对战日本和中国组合 第四十届亚洲羽毛球检标赛八强赛 星期五晚上开打 五国男双八号种子王耀心和张瑞宇 第十一次与印尼双A组合法家和莱恩交手 在第一局中 清宇组合先是落后世界第一的印尼对手 后来两人发力连得四分 顺利以19比16反超 比赛来到20比17时 对手逼平加点 清宇组合顶住压力 在加点赛拿下两分 以22比20先拔头筹 第二局开打 清宇组合又先后连得五分和三分 摆脱落后的形势 过后稳定发挥一路领先 最后以21比15爆到四强 清宇组合用了37分钟 将双方的交手记录改成四胜七复 来到今天的南双半决赛 清宇组合将会对阵日本的宝木卓朗和小林优武 至于混双八强赛 世界排名第八的吴顺法和赖杰敏 第五次对战世界排名14的李诺夫和皮塔 在第一局中双方先后反超再几次追平 发明组合以21比17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发明组合一度落后7分 直到结束为止都无力扳平 来到决胜局发明组合遥遥领先 中途被对手反超又接连赞成平手 双方以义分之差尖尿不放之际 发明组合最终以21比19险胜 两人将在今天的半决赛 对战从未打败过的中国未免冠军 郑思维和黄亚琼 感谢观看